好 各位 我們來到 惡羊留記的第四段 內容和形式深究 第四段 大家看不看得到我的畫面 左邊是今天的重點 右邊是文章 回應一下我 看得到 看得到 太好了 看到的時候 我們都講了 這篇文章是屬於雜記 什麼都有 記錄描寫抒情議論 當年最後會問你 到底什麼是重點呢 總有一個重點的 我要先記住 語速要慢一點 我的廣東話已經不好了 再加上折折折折折 如果你們發覺 我太快 根本聽不清楚 你記得提一下我 要打斷我 放心 我們覺得你太快的時候 我們會提你 多寫 最喜歡就是這種的文化 好 今天在我們開始的第一回合 想和你們重溫一下妙寫文的重點 在重溫之前 先考一下你 第一段 惡洋留記 第一段 聽歷四年春 直到他說要作惡洋留記 第二段 講一下洞庭湖 外面的巴寧姓狀 含遠山 吞長江 這樣 第三段 就是昨天講的 約乎人與非非 連月不開 陰天打風的時候 天氣差的時候怎麼樣 想問你們 這三段 哪一段主要是描寫文的內容 一 定二 定三 主要是描寫文的內容 一 定二 第一段 第二段 還是第三段 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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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段是有描寫文的內容 因為說明有 行遠山 吞長江 報號 張商 有不通無合 難極消商 還有沒有其他答案 一 定二 定三 描寫文的內容 我講錯了 我講錯了 不是 沒錯的 第二段 是的 不過第三段就更加是 第三段 若乎人與非非 連月不開 它描寫的 我們昨天都講過了 它有三類東西的描寫的 我們昨天講過 我們稍後看第四段的時候 它的文章架構和第三段是差不多的 先描寫一抽的景物 或者是人物 或者是事物 然後再講一下它的感想 這個是和第三段的架構幾乎一模一樣的 所以 待會我們會重溫 但現在想問你下一個問題 所以 剛才問題的答案就是 第二 第三段都是沒有的 尤其是第三段 尤其是第三段 下一個問題 它的描寫內容 這裡就看了 主要是集中人物描寫 還是景物描寫 描寫文有兩個大方向的 景物描寫 對 沒錯 它主要是圍繞著景物描寫的 沒錯 這個在內容方面 它主要是圍繞著景物描寫 下一個問題是 答我 景物描寫方面 我們會看到 有用佈移法 定點描寫法 隨時推移法 或者是感官描寫 或者是靜態描寫 動態描寫 告訴我 你記得的 它有哪些技巧 你記得的 感官描寫 感官描寫 嗯 沒錯 是有感官描寫的 還有沒有呢 陰封怒號 已經聽回來了 是吧 虎少元題也是聽到的 是吧 狀態描寫 狀態描寫 它用了 你印象中有哪些 動態描寫 靜態描寫 你有沒有印象是哪些 動態描寫 靜態描寫 如果沒有 不要緊 你講 你講 動態的 動態描寫 是 有哪些 動態 若乎人與非非 連與不開 陰風怒號 逐浪排空 日星染遙遙 山岳潛營 雙女不幸 長傾 翅翅翅 博目冥冥 虎少元題 這抽 都是圍繞著描寫的內容 這裏 哪裏特別是動態的 看見它動作 5 4 融與非非 連月不開 這個是沒有這麼強烈 最強烈的動態描寫 就是這個 陰峰露號 陰峰露號主要就是這個聽岸 多感官 而且還有二人化 花幣了 行不行 這個是昨天那段的內容 只是給你們重溫一點帶進來 主要就是講了這個 那些人看到這樣的景 有這樣的情 這個是范仲淹先生 認為是 什麼人會有這樣的反應 哦 陰險啊 心情差了 仙客騷人 是 沒錯 仙客騷人 尤其是可以說是一般人 一般的人 當然 這個是有對比的成分 我們呢 第三段自己就沒有對比出現 但是如果看完今天的第四段 就有了 第一層 好 我們看看今天的內容 好 他說到了 到了 至約 至約 春和景明 哇 好天氣啦 是不是 風光明媚 風景宜人 太陽照射 最好當然是沙灘曬太陽 是不是 多難不驚 上下天光 一壁萬驚 沙歐長襲 錦鱗都游泳 岸子丁蘭 玉玉清清 而說 長煙一空 酷月千里 浮光若金 靜影沉壁 如歌互答 此樂何極 所以燈絲流也 有心亢神 而重慾皆莫 把酒臨風 起陽 讓者意 真是開心到不得了 好 那我們呢 看看了 剛才同學說了 如果這一段的話 假設要你們說 它主要是記綴 描寫 書情 還是議論 主要 佔個篇幅 一 二 三 四 五 行 描寫 下一個問題 泳南不要回答 其他人回答 下一個問題 描寫的內容 由一開始 由一開始從這裡開始 到哪裏都是描寫的內容 到哪裏都是描寫的內容 去到哪裏 描寫的內容 去到哪裏就不是描寫的 是否那個什麼清清的那裏 好啊 起碼都過了這兩學 答案是還有一些的 再猜 似落何極 是 好像都是榮蘭霸聲來的 哈哈 OK 開玩笑而已 沒問題 所以你看到這麽大段 都是描寫的內容 OK 所以 第3、第4段的架構 你看到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一抽都是描寫的 不過 上一次是陰天 這次是甚麼 晴天 是的 這次主要是晴天 陰天 會令人有悲的感覺 感激而悲 但是晴天 就可以令人有甚麼感覺 不是悲 安樂有限 有限 有甚麼的字和悲是形成相反詞 起 所以你看到這一段的重點 就是一般的人一般人都是為外物 為環境所影響 陰天 你的自然就覺得悲 好天 你的自然就覺得喜 這些都是一般人 千客騷人不要緊 但是你不要做一般的 千客騷人 即是被貶官 屈屈不得已 好行 人生起起跌跌 雖然不要時常白救 即是時常一二都死了 但不要動 受環境影響得這麼嚴重 好 我們看了這一個 他講的內容 我們跟昨天去分析一下他的內容 他描寫的 我們昨天說 有沒有天氣的成份 或者昨天說的第二種 有沒有主要是描寫一些景物 昨天第三種是描寫什麼 有沒有人記得 心情 不是 我昨天說如果你們有一支筆 應該在你的 人物 是 沒錯 人或者是 動物 是 好 那我隨便選吧 我選了人或者動物先 那這裡有沒有人或者動物屬於第三類的 有沒有 有啊 第四段有 有沒有 哪裏 告訴人聽 任論游泳那個不是 任論游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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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於哪裏 一 定 二 定 三 三 還有沒有人或者動物 沒有了 真的沒有 有啊 人物算不算是拿起酒杯形清風飲酒 不算 因為 因為 他拿起酒杯那裏 已經是一個書法的感情了 我們講的頭三行嶺 是講他描寫的內容 他是描寫了春禍景明開始 去到玉玉清清 再去到魚角換蠟為止 這個都是 主要是描寫 惡羊流的情況 但是描寫 好天時候惡羊流的情況 那個沙 不知道叫什麼 沙什麼時移飛上 看一下 沙歐長襲 好 沙歐長襲都是有動物 好 沙歐長襲呢 飛來飛去呢 有些是飛來 有些是飛走 沒有所謂 他們用這個長襲真的好 就好像機場那樣 有人來有人走 還有最後一個 第三 誰找到最後一個 魚哥胡達 但是從這四個字 我都看不到人 或者是動物 但是答案是對的 魚星互相長和 那就是屬於人 第三個 都不是動物 對 好 反過來 講一下哪些肯定是天氣的 有沒有 你覺得肯定是跟天氣有關 春禍景明 波蘭北京 是 波蘭北京 波蘭北京可以是景物的 那個可以是景物 是 好了 這個內容我們看到之後 我們就想看一下 寫作的手法 我剛才不是說 它是動態描寫 正態描寫的 如果這裡一定要你找一個 動態描寫的 你會覺得哪裏肯定是動態的描寫呢 那種動作的形象很明顯的 魚群游來游去 魚群游來游去 錦輪游泳 OK 還有沒有 動態描寫 動態描寫 開鼓 浮光若金 浮光若金 金光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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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頭四個字動態描寫,跟著四個字靜態描寫 真是厲害的 我都不想這麼妒忌 在這裏就要問大家 如果假設題目問你 惡羊留忌運用了對比的手法 在我們那本書都講了很多種對比 無論是色彩的對比、什麼對比 但是明顯的內容上面的對比 一、二、三、四段 四段我們學了 四段 我們看一看這四段 第一段記序 為什麼呢?我要寫外洋留忌這篇文章 就是為了被貶公的彭子晶 他和我一樣,真是這麼不幸 好,第二段 講了這個洞庭湖外面 哇,多漂亮,不如人家都講了 我就免得講了 那我講什麼? 我講懶物之誠得無二乎 是不是? 瀏覽這些物件的時候 大家心情有什麼不同? 啊,接著呢 我就講一般人在陰天的時候 那種悲的心情 然後第四段 我就講一般人在好天的時候 那種喜的心情 那我想問一下 這四段裡面 哪裏出現了對比的內容? 對比手法? 哪裏出現了對比的手法? 或者我問你 哪幾段之間有所對比? 三、四 OK,沒錯 第三段和第四段 是明顯的對比內容 但是呢 都是那句了 對比呢 這個是屬於什麼人的行為呢? 范仲淹絕對不是這種人 范仲淹呢 是那種意志堅定、自行高潔 不會因為個人的情況呢 而改變了他軟大抱負的 但是這些人就不同 第三、第四段呢 他們都是 哦,環境好的就開心了 是嗎?即一點 哦,環境差的 千客騷人 是,千客騷人 或者我們之前都講過的 是一般的千客騷人 一般被貶官的人 即使范仲淹被貶官 都算是千客 不過 他絕對不會做一般人 這一種這樣的 捉警生懲 是捉這個警 就即時生了這個情 無論他怎樣捉警生懲罰都好 他都是不會以個人的利益為主的 他都是以天下 或憂國憂民為己任 這個呢 你看到第三、四段 彼此之間是有對比 但是這個對比呢 都只是屬於一般人的情況 一般人 因為 愛物 環境 無論是令到他起也好 悲也好 天氣差就會起 天氣差就會悲 天氣差就會悲 天氣也好就會起 這都是一般人的行為 行不行 好 在內容方面要提大家的 重點重點重點 我們不是說的 這篇文章 都是符合我們中國的 一般的文章要求的結構 起承轉合 請問你 第一段是起承轉合的什麼內容 你記不記得 第一段屬於起承轉合哪部分 第一段 起承春 第一段屬於起的 成是哪一段 二、三、四 選一個數字 第二段 第二段 於是我寫洞庭湖外面的情況 好美 不過前面的人都說了 我講 我講心情 濫密之情 得務而府 一句過道句 就帶到三社段 所以三社段 是屬於起承轉合的什麼部分 沒錯 所以第三、第四段 就是屬於起承轉合的轉 OK 講了這一個容情入境的部分 我們講一下形式深究 我們看看范仲淹在短短的這裏三行嶺的字 用了什麼不同的修辭手法 在這裏 在這裏不如考一下這裏 好 這裏 考一下你們 怎麼考呢 就是這裏考了 還給你 真是厲害 那 第四段 出現了 包括 尹文裏面的跌尹 即是說有額尹 雖然它不是詩 不是詞 不是庫 但是由於它便散結合 它便散結合 就是益揚頓創的文章 它是有尹文出現的 有沒有人可以找到 好像弄少了一個蟻人 因為我 見到這裏 哪裏的蟻人 快點告訴我 那個錦輪游泳不是蟻人 不是很算 但是蟻 它是錦輪游泳 它是有修飾技巧 不過主要就是沒有以人道 因為 你意思是游泳 就是人的行為 不知道 不知道 不是 不是 我們當作研究而已 當作研究而已 我明白你的意思 游泳這個詞 我們都是用在人多的 我們好像說 魚在水中游泳 我們都是說 魚在水中游來游去 OK 但是這裏 它那個 修飾技巧 不是 不是人 順便問大家 這裏 是什麽修飾技巧 紅色 大家用不同顏色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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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袋 兄弟 這裏 這裏 找個難一點的 跌韻 有沒有明顯兩三個字 它是相同的韻 什麽叫相同的韻呢 例如說 一啊 七啊 得啊 這些額韻的字 就叫跌韻了 好啊 補啊 土啊 都是好 這樣的尾音 就叫跌韻了 這裏有沒有跌韻 浮浮清清 浮浮清清 沒有跌韻 因為呢 波蘭北京 京同清 你都對的 如果波京同清 不過呢 它那個跌韻呢 不可以隔這麼多 例如說我不可以 可否一迫難清和波蘭北京 啊 有了道啊 京 因為它起碼也要近一點的 不可以說 我找到一個京字 我就找到下面的清字 或者這裏有個清字 太遠就不可以的 近一點的 這裏是好的 這個是好的 京 京 更多一個的 在附近 看誰找到 更多一個的 跌韻 在附近 更多一個 跌韻 就是鴨韻字 明和泳 沒有錯了 明就是明 OK 這三個呢 是明顯的跌韻 春和景名 多蘭北京 上下天歌 一逼萬境 就算我們以前呢 讀B 五拙也好 七拙也好 都是一二四句呢 經常都押韻的 第三句呢 就可以不押 那范仲閻先生呢 你見到呢 好自然地呢 一二四句呢 就押韻了 所以呢 他這句 億陽頓錯 遍省結合 兼且有穩密的情況 大家就見到了 至於對偶 這裡是有巨中隊的 有沒有同學 可以幫我找到巨中隊 就算是普通對偶都出現的 有些是巨中隊 有沒有人幫我找到 最後三題 找到今天收工 給你動 對偶 你看到他有 巨中隊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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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找 好 其他人不用做 何先生 你幫忙找一下 有沒有對偶 好 對偶 沙那個什麼 沙歐長襲 錦輪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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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江耀金著正景沉壁 好 沙歐就長襲 考一下你 考一下你 沙歐對什麼 錦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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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輪對錦輪 動物對動物 然後呢 然後呢 長襲對游泳 好 長襲是一個動詞 游泳也是一個動詞 OK 好 還有什麼對偶 浮江 浮江 要今 浮江 若金 若金 靜影 沉壁 又是 浮江對什麼 靜影 靜影 浮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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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羊羊 灰太郎有沒有 灰太郎 沒有灰太郎 好 這個碟字搞定 紅太郎 玩東西 太郎 紅太陽 好 比如我講過了 上次和你們講惡羊樓記的課文 你當它名譽就行 當它暗譽就行 因為當它暗譽就沒有一個視字 沒有什麼事 沒什麼像的字就是暗譽 如果你有一個藥 好像 像 你就當名譽 比喻的地方在哪裡 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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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也不知道 對呀 可先生不要回答 詠蘭不要回答 其他人回答 回答不了就是正中我的心意 不要加糖 哈哈哈哈 怎樣啊 路Sir 可不可以重複一下你的問題 在這裡四項 哪裏出現了比喻 比喻 我可不可以逐個逐個試 嘻嘻 嘻嘻 逐個逐個試吧 敢論有詠 嘻嘻 電腦重新開機 無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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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